大家好,我是小琴 欢迎来到国家小事频道 国家的小事,自己的大事 NATO在今年秋天将全面关店了 因为它被COOP收购 原来的门店有可能被COOP超市取代 也有可能就从此消失了 瑞典竞争管理局在今年6月份批准了这项收购 那这个局呢,我是第一次听说 也就是说,如果有大型的商业吞并行为 为了防止垄断 瑞典竞争管理局是要参与的 国家赔款40万给一个有恐怖分子嫌疑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在瑞典西部一个国家举办的青年之家中 发现一位永久雇员,他涉及极端主义 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决定解雇这个雇语 因此,国家机构委员会赔了他10个月的工资 也就是40万瑞典克劳 也就是说,他每个月的工资可以达到4万 真的是很刺激呢 宜家敦促所有的顾客停止使用一款杯子 它是硬度制造的 那测试表明,杯子散发的零本二甲酸二丁值 超过了规定值 那这个合成物是有毒的,可能会干扰生殖 导致生殖能力下降,或者说婴儿的先天缺陷 哥德堡一个地区的饮用水,呈现荧光绿色 那哥德堡能源公司说,可能是区域热交换器中的化学物质 是泄漏所引起的 并且提醒市民,不要用热水烧饭,或者说指引热水 淋浴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不要用热水清洁皮肤伤的伤口,或者说是染发 另外呢,这种颜色对于环境或者人类是无害的 因为这种物质,也广泛应用于化妆品和一些清洁用品 比方说肥皂啊,洗发水啊,和洗涤剂之类的 看见一些新奇的场景,我们都会想去拍下来 但是请大家不要去动军事题材 一位41岁的男子,因为在全国范围内拍摄军事保护建筑 因而被地方法院判处一年徒刑 因为他的行为没有经过授权,而且拍的都是秘密信息 对瑞典安全极为重要 估计这位男子还传到了网上 因为该男子还被定罪,叫做传播秘密信息罪 好在这个男子是瑞典人 如果是外国人,就可能要调查他是不是间谍了 所以我们在拍警察或者军事的题材当中都要当心一些